民国七十五年第三期 第一天不砸用心 大家打破七 是要听的 要知道打破自己的要求 七天练过 不离这一个要理 脸光要向你受用 要不打用心 心不要打完 如果你打完用心的话 脸光不能受用 不打用心 你心很正 一定是受用 我们的心 杀乱这么原因的 有六复 就是眼贪色 耳贪生 低贪象 吃贪味 真贪贼 亦贪法 由于这六根闷头把我们的工作都跑掉了 所以咋不知不见 由于眼不肯乱看 而是听说好 口是观念头 心中之外想说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烦恼和业 有烦恼业照来糊 烦恼业有六根生 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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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和六根兽 自己虚妄造孽 虚妄兽 虚妄兽 和真正的东西 这六根呢 很不要紧 最怕它变成六事 变成事以后 言才贪色 耳才贪生 乃至义贪法 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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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的心 这六根里面呢 最可怕的是意 Points 一意 Si 所以我们要不忑于心 盐看色 没有妨碍 耳想 耳听声 脾文向 奢 tends 為神接觸都沒方案。因爲什麼原因呢?這五根裏邊沒有想,造一切罪惡是我們的心想。 如果心不亂想,焉耳畢者身只有做功德,那是現任界的東西。 由於我們的第六意識去想,其分別,才變成非兩界。非兩界就是錯誤。 所以說,六根裏頭我們體認起來,唯有一根罪惡。由於一根判緣, 三,它把五根的影響吸收進來。由於一根判緣。 愛、修正,愛、修正,一氣就糯爹了。根據我們體認,一根判緣有兩種。我們三個用心都是因為這兩種的關係。一種是叫欺人。欺就是欺人。 清淨的意思,一種叫做數緣,數就是數緣的意思。 一根起盤緣的時候,百分之八是清淵。 那什麼是清淵,什麼是數緣呢?它的清淨是怎麼樣的? 所謂清淵呢,就是第六意識自己起的亂想。 千五根不對五成,第六意識自己起亂想。 就像大家打坐,閉著眼兒,其餘的眼兒,每個身都不接觸五成。 可是你的心亂想,就是自欺欺欺的盤緣心。 第二種盤緣是數緣,數緣的緣。 是你的意識心呢,所欠五根通識起。 這個清淨很少,我們大約的講,可以是佔百分之二十。 據例子來說,男女男眾看到女眾,女眾看到男眾挺愛慕心。 那是他不眼更通識而起的。 怎麼說他清淨少呢?我們眼雖然看到色真。 大部分是無稽的。很少的起拍眼鏡。 譬如說我們走在馬路上,男眾看到女眾。 很多女眾,她並不是看到女眾就起拍眼鏡。 不是,不是那個女眾。 非對特殊的色塵,才起拍眼鏡。 聽到聲音,並不是每一種聲音都引起她這個拍眼鏡。 不一定。 譬如說,我們現在聽到外面小孩子方便跑。 對我們一點影響的影響。 說說,意識在無塵。 說起的,僅僅最多了不起百分之二十。 這我們體認去呢。 一時四肌起的,她也已經贏百分之八十。 待不趁而起的,了不起占百分之二十。 注意哪些? 平時不要砸亂用心。 打好氣,其間不可亂彈光點。 當然是,你要叫她意識性不祥,很難。 可是有一個方便。 你叫你的意識性,知想不傲。 一性不能二用,自然她就不會大亂用心。 平時大家也要是如此用功。 不可幻想,不可設想,不可妄想。 大家在妄想心裡邊,聯想占大部分。 從第一點,聯想到第二點。 從第二點,聯想到第三點,很快。 快速到生不生中, 刹那之間,你可聯想到天涯海角去。 大家念佛要記住, 絕對不就是亂人聯想。 如果發現了,乾淨不能打算。 如何打算法呢? 用一生符號。 其間當中,大家都不要砸亂用心。 如果不砸用心,你一定得受用。 不砸用心,還有一個名字。 淨譜中叫做一心不亂。 不砸用心就是一心不亂。 不過不砸用心,是從修制變數。 修行對治煩惱變數叫不砸用心。 德國變相叫一心不亂。 你竟得到這個境界,那是一心不亂。 我們要想得一心不亂的境界, 就要從菩薩用心開始。 你這樣去念佛,那叫用功修行。 要不然你心中憨事。 喜兩種叛緣。 心裡的叛緣。 熟的叛緣。 受用就很少了。 希望大家記住。 西天,就往這裏用功。 現在我們開始念佛。 但用功有複雜用心。 一心聽佛號。 民國七十五年第三起。 第二天。 忏悔。 要忏悔。 忏悔是一個很好的增長緣。 大家平時在家裡等, 要經常忏悔。 所謂忏悔,過去我們所造的惡業。 經過忏悔。 經過忏悔。 可以消滅。 隨喜功德。 恭敬散保。 孝順父母。 敬佛尊敬掌上。 也是忏悔。 忏悔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靈靈忠實。 一生所造的善惡業。 一時具現。 惡業現前的時候。 它能產生很多變現。 就所謂恐怖之現。 冤見來討債了。 地向現了。 惡鬼向現了。 如果智聖恳切忏悔過以後。 這個情形就可沒有了。 忏悔要智心忏悔。 不可以從口頭上念人忏悔記。 智聖恳切心忏悔。 靜戒就隨著你的心邊。 心有染污有醉液。 現象一定是恐怖的。 不好的。 一切境界象完全是你的心象。 心若清靜。 境界也清靜。 心若善,境界也好。 心若惡,境界就壞。 或者有人說。 那這麼說起來。 外面境界實在沒有。 都是自己的心。 你要知道。 境界沒有。 並不是絕對性的沒有。 因為你不要執著。 只有心沒有境界。 為什麼呢? 你的心就是那一切境界。 一切境界就是你的心。 因為心就是境界。 境界就是心。 所以你的境界,一切境界才有心線。 一切境界有心線。 由於一切境界有心所線。 所以你對惡心靈敏重視究線。 恐怖境界。 最後那個心境則附屠境是一個道理。 不要認為境界是假的。 但是你受苦還是真理。 心即法,法即心。 這裡都沒有真或假。 說真一切真。 說假一切假。 一切與真也假。 一切非真非假。 一切。 大家知道這個道理。 要改變境界。 叫清靜自信。 清靜自信。 就是忏悔。 因為過去造的惡業。 不經忏悔。 沒有其他的辦法。 沒有經過忏悔。 不知道忏悔的人。 有一種現象。 如果你過去有緣件。 如果你過去有緣件。 你做夢。 時常夢見它來討債。 還有重的。 你現象可以見著它來討債。 大家不要怕。 要置身跟戒忏悔。 如果你夜晚做這種惡夢的時候。 醒過來馬上口誠阿彌陀佛忏悔。 或者有人說。 你剛才不說忏悔。 隨其功德。 功牛三寶。 那也是忏悔嗎? 為什麼說口誠阿彌陀佛呢? 大家知道。 稱念阿彌陀佛是無上忏悔。 經常說。 稱念阿彌陀佛名號。 念念中小八十一節生四十歲。 所以稱念佛號是無上忏悔。 我今天告訴大家一個方便。 修行念佛很重要。 如果你夜晚做惡夢。 夢搞原家討債。 醒過來馬上念佛忏悔。 如果是你夢中動隱喻。 心隱喻。 醒過來馬上置身跟戒念佛忏悔。 就算了。 既然就自然慢慢消滅。 像這種惡夢就不再做了。 大家不要認為它是夢。 他那個惡夢的現象。 當你黎命中事, 要是這一項也重。 它也現。 忏悔以後,慢慢它就消奸了。 慢慢像这种的梦,你就不会再做了。 如果你经常做这种梦,你要小心,命中是可能的现象。 平时大家有特殊的爱作心,特殊的诚恨心,都可以下种子。 下上种子的第八是下种子以后,到你命中的时候,它就出现。 它现了像,哪一个种子现成熟,那你就随着哪一个种子往生了? 不是往生,就生死流了。 如果是恶业种子现熟,那你就做三图。 如果是善业种子现熟,你生人天。 经过忏悔,我们对西方产生致生恳切的求生之心,它也现现。 西方向现迁,你就到莲花池中去了。 所以念佛,为什么要忏悔呢? 忏悔就叫其他种子不生。 唯有西方这一颗种生。 不错,西方你的心境复处境。 如果不经过忏悔,其他恶业种子多的话,你不得往生。 什么原因呢? 不是佛不应接的,是你自己不想去。 因为你的心砸燃太重。 如果砸燃心感清静业,没有这个道理。 要向感清静业往生西方,一定要有清静心。 所以大家要忏悔。 还提醒大家,平时你对你的子女、夫妻、朋友或者其他的男女, 要有深深的爱作心,这是很危险的。 什么原因呢? 它也现象。 大家千万六神,如果是你对男女像爱作重了的话。 你看到其他的人都现那个男女像。 你总认为看到一个人就好像你这个朋友。 那是在你心中已经现象。 命中是就敢变相。 所谓变相就是三途恶道之下。 一起向本的虚妄,皆是由你使心所变的。 所以修念佛法们。 大家那个心一天二六时,吃宗教的清静没有再来。 过去由恶业,干净忏悔,忏悔自清静。 就是心里的不留一丝一毫的战然种子。 或者是你爱做哪一方面,思念哪一方面。 大家一定夜晚做梦的时候时常蒙躁。 蒙躁不要紧,灵敏重视在六道里的现象。 因为你这个战然性一定有了。 静有心线。 心是因,静是果。 有因必有去果。 大家知道这个道理。 对一切恶业,个人做的恶业,个人知道。 忏悔过以后,也不要叫它入心。 忏悔的功德是什么? 是要你再不做,再不犯。 并不是叫你回见入心。 天天记着悔恨不依,那就不对。 你应该自称忏悔,广秀功德,再不犯。 如果你做的恶业,虽经忏悔, 时刻刻刻记到心里边,它也现象。 所以知识大事想,那就回见入心。 大家唱佛歌以后,不要再去做一句想。 永远记在心头。 你不相信,你试一试。 慢慢的,你这个印象就会淡灭。 淡灭以后,它就不会现象。 要它不现象,可是你要知道, 要广秀功德,致称忏悔。 如果你不致称忏悔,不广秀功德, 它不会淡灭的。 假如说,你不忏悔,不秀功德, 它也会淡灭。 那众生可以自然称佛,没有道理。 希望大家七天当中, 试试各克,支撑忏悔。 就算你回到家以后,也要试试忏悔。 可是大家记住,忏悔人,要有忏悔心。 不要给自己造理由。 如果给自己造理由,忏悔没有功德, 那就没有用。 什么是给自己造理由呢? 说这个事情固然是我不对。 可是如果它不如何如何, 我不能犯这个过错呀, 那给自己造理由。 我是不得已呀, 我是没有办法犯这个过错, 那都是给自己造理由。 就是一念我心起,八万张门开。 所以大家忏悔的时候要痛哭溜悔, 就是怨自己,不要怪别人。 那叫支撑忏悔。 这个心一转,外面一切静,一定是跟着转。 什么原因呢? 一切静皆是心。 心是一切静。 希望大家要发忏悔心。 希望念佛时常忏悔。 所以天台宋讲六十五回。 就是六十,就是二十四小时时常忏悔的意思。 现在开始念佛。 民国七十五年第三期。 第三天。 念佛是因果法。 今天和大家讲一讲, 念佛是因果法。 按照理性讲起来。 按照理性讲起来。 众生们乃是心仅觉。 因为汪动心念, 所以落入不觉。 不觉以后就落入苦道。 因为厌苦的关系, 就开始觉。 使觉。 叫做使觉。 使觉。 使觉就是念佛。 我们念佛就是使觉。 使觉。 因为使觉以后, 分正觉。 分正究竟圆满。 叫做圆满觉。 圆满觉。 我们念佛就是使觉。 我们念佛就是使觉。 往生其方就是本觉。 我们念佛就是使用。 我们念佛因缘, 缘辅归价。 所以说念佛法门, 是因果法门。 因果法, 有从使方面讲。 有从使方面讲。 有从理方面讲。 学佛人, 要使理愿容。 所以我今天, 分别把使的方面, 理的方面, 我再来都讲。 众生都是怕国, 国报受苦的害怕。 他不知道国报是从因来的。 因必胜国, 国必对因。 没有无因之国, 也没有无国之因。 这叫做因地法行。 我们念佛就是因地法行。 使法门讲。 你怕受苦报, 不要种恶因。 因有一种呢, 广说无量。 简单说, 例如说有失种。 失种就是失恶因。 杀、盗、 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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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淫、 都是恶因。 恶口、忘语、戒、戒、戒、 都是恶因。 贪心、沉心、痴心、 都是恶因。 有这种因, 一定受恶国报。 重挂得挂, 重痘得痘。 什么因, 受什么国报。 大家如果不希望落苦道,你不要起这十种恶业,那自然离苦,要向往生其方,就持你阿弥陀佛名号,一心求生其方极乐世界,自然得乐,离苦得乐的因, 都在你的心里面,个人自求清静心,莫向外求,大约就是从四方面言来说,如果从你一方面说,比较维系,我们的六根焉耳必是深意,摊足六尘,色彤相为处法, 六根取桌六尘的相,我们称这为六式,六式取桌六尘相以后产生增性爱心,增性就是诚恨心,爱心就是爱说心, 它把真爱二心的思想,带归第八式,第八式就有一种真爱吸气,这叫夏种子,种子就是阴,第八式有了这个阴以后,在支配天气室, 离怀上宴 离 就变成诚 由于离怀遭遭遅 malware,受读恶报 大家明了了这个道理 不要起曾爱二心 眼看到色尘 只管看到 不起曾爱二心 耳朵听到 只管听到 不起曾爱二心 一温相 射肠胃身接触 一觉法 皆是如此 不可起曾爱二心 这个时候 你焉而逼舍身 不受第六意识的支配 所做的皆是功德 它的作用叫做 称所作至 所以大家 不要管 六根一定接触六身 可是不要叫它有曾爱心 你第六意识 补起曾爱心的时候 叫做妙观察支 这时候 你心情间就往生 定得往生 所以大家 所以大家不要把曾爱心 到迪巴士下种子 只把阿弥陀佛 求生其方的想法 到迪巴士下种子 这个原因就是 这个原因就是重挂得挂 肿斗斗斗斗斗斗斗 所以说 刺身相远速法 也是你的心变现的 你以你的心取诸外称 实在说 你是以你自己的心 取诸你自己的心 这个道理 要细说 很维系 恐怕大家 不很容易分别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 仅仅仅打掠地说 现在还把它 倒回到室的方面来说 各位知识 回家以后 不可以在饮食方面 衣服方面 享受方面 起曾爱心 不可以贪图口服 也不可以贪图舒服 要知道 这样都是轮回之音 福在经常说 爱有 欲有爱神 你一切贪于 由你的爱着心而生 命因欲有 你的生命生死不断了 是因为你欲求 所有的 如果没有欲求 自然没有爱 如果没有欲求 也没有生死轮回 各位知识回家以后 吃饭 不可多余要求 你如果多余要求 不得说佛 不可重资口服 放弃 放弃 换弃 我们这个身体都如恶如化的 尽力生存 不过几十年的时间 尤其有人 讲究吃穿 圣言的杀伤海命 那更罪了 那你就是 以你数十之安 数十年的生命 到万极不复之一 不要说佛教徒 儒家先生都讲过 不可贪图口服 勇家大士 曾经做一首祭 律他自己 我们知道勇家大士 是贱性之人 为我们圣强 不知道多数万费 他为了约束他自己 就做一首祭 说 借慎尖口 身上所穿的要节省 口所吃的要节省 不胜舍太 舍就是舍吃 太就是求舒适 不求舍吃 不求舒适舒适 温座少于深入修行 听着佛说 少于知足 深入修行 大家听讲 人家大菩萨都如此 我们怎么可以 因贪图口服 造出恶业呢 大家知道 你如果讲究吃 人家大菩萨都如此 仰旧穿 那就是因一定照顾 说因地不真 国照欲取 罪用自造 焊虚自受 所以大家 各位就是回家以后 把身心放下 一心念阿弥陀佛 我们广众 阿弥陀佛这一西方极乐世界之一 不要因为口服 幻取 造出恶业 不但念佛法门 是因果法 佛法 整个说起来 都是因果法则 因为是因果法则的关系 说佛教无比修 知苦断机 正面修道 通通是因果 总说一句 我们知道是因果法了 应该求往生 不探索 说佛世界 现在开始念佛 民国七十五年第三期 第四天 安住道场 与随远修 念佛 有两种修行方式 第一种是安住道场 第二种就是随缘修 安住道场 比如我们大佛七十安住道场 修行课期修正 如果是各位在家里边 把佛像供起来 香花水果供上 按时间做早晚课 也可以算是安住道场 如果大家心注作物 接不离一生佛号 叫随缘修 叫随缘修 念佛法门 方便处是随缘修 我把这两种修行方式 和大家讲一讲 应该注意的事情 先讲随缘修 不管你走 不管你住 不管你坐 不管你握 一生佛号 不理心 可是有一个原则 口念佛心中一定要有佛 不过口念佛 信如没有佛 那是不可以的 这个样得意最大 修行最方便 各位大佛七 你要的一切是被弃全 是没问题 如果你们在家呢 把佛像供起来 相望费果供上 也可以修行念佛 佛像供上 要心存目想 怎么叫心存呢 心中要穿一种念头 入佛现前 这叫心存 怎么叫目想呢 就眼睛看着佛像 就想到佛现前了 不要认为它是纸花的 或者是目掉灵俗的 就把它想到是真正佛 叫目想 这个样你的诚心才发起来 念佛才有功德 或者有人说 或者有人说 你这完全是没信的 一张纸 怎么就想到是真佛呢 目掉灵俗 难能把它给做真佛呢 这是灵俗 这是灵俗 佛事敌不够愿容 您要知道 诸法无非识相 识相 就是诸法 说起来 佛或众生不宜 众生或佛也不宜 就是一个绝一个谜的差别 就是了 众生一念谜 佛变成众生了 法身轮转六道 众生一念觉 众生就是佛 六道常法身 你如果说它是直 是目掉灵俗 那是灵俗 佛真正引力 众生真正显 那个时候 你真正法身 所以六道轮转 所以你要至诚恳切 相信 那就佛的真法身 事实上 诸法无性 就是诸佛清静妙法身 因为在一真法剑中 没有那么多分别 一真法剑中 无佛无众生 佛无性不宜众生 众生无性不宜佛 所以大家知道 众生是谜 佛是觉 你一真法剑性 你就变成众生 觉一真法剑性 你就是佛 我们佛期期间和大家讲话 离世方面都要顾到 这是在第一个方面说 讲到这个地方 我想起件事了 有人问我是谁 你要知道 这是中文下教授学人 所用的方便 你要知道 古得 叫你残佛是谁 是叫你 误入 诸法 误我 一真法剑 误我 误人 你如果误入 误我 就入第一 入第一 叫做见佛 见佛者 明知为 见自己本来面目 如果你执着真有我 真有谁 那你就迷了 或绝想查十万亿佛土 一万成 你执着诱我 是我相不出 你问是谁 是人相不出 佛说 以我认众受四相 求无上觉者 不可得也 六祖说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成爱 既然本来 无一物 哪有人 哪有我 你怎么还就 去问 我是谁呢 你问我是谁 那一定有我 问是谁 一定有人 入世求者 犹如 渊墓 求余 报 兵 求佛 永不能 见自己的福星 要知道 古德告诉我们 谈我是谁 你要体会 宣外之音 要体会 烟外之意 宣外之音 气阴费贤 烟外之意 气阴费炎 如果 你不知道 求仙外之音 烟外之意 至于知道 死于 明下 那是 入狗 足快 我今天 我今天 仅仅仅提出了 供大家参考 实在说 我不敢骗大家 我也是个 生死 三父 我和大家 每天说 开事 不过是 生死人 念 生死人 回头我们再讲 我们念佛 你只要 岁月修的时候 口念佛 信众就 自然有佛 岁月修到场 在家人在 佛前念佛的时候 就心存目想 这样久了 你会有进步 进步有几种现象 我提供大家参考 最粗粗 你具有 见像 不管你受过见 没受见 你这个念佛 过久了 一定具有界限 慈心不杀 第一个 见到杀生的 就起怜悯心 行为上 自然不敢 反偷盗的行为 总言之说 自然而然的 心 身口逆三 也不掉三 身不掉三 就不喜欢 游荡 你口不掉三 就没有现实化 心不掉三 就不乱打妄想 这是 你念佛 已经有进步了 如果三月掉三 证明你念佛 一点功夫没有 大家注意看 修行人 修行人是否是有进步 你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他喜欢掉游荡 修行就得没有 他想先大话 说不定 这个人修行就得没有 乱打妄想 当然大家看不出来 只有他自己知道 慢慢的 他自然又有一种表现 第一个个性慢慢转变了 他的气质慢慢变化了 这个没有奇怪的 他随心而转 慢慢的转 翻覆 成圣仙 再一个 慢慢的 他的声音 或容貌 会转变 他的声音 自然而然的 有一种 忽暗 慈悲的声音 他的容貌 自然有一种 自相 再看他的眼神 是和平的 非常慈悲的 相和的 你自己考察你自己 如果有这几种现象 那证明你念佛 所有进步 如果是要 不然相反的 越来越坏 那你念佛 恐怕是一点空都没有 今天这一点时间 提出这几点 大家做个参考 现在开始 民国七十五年第三期 第七天 不忘念佛 今天 夫妻圆满 希望大家 立旧一心不乱 今天 夫妻圆满 祝大家 讲一点 圆满的问题 各位回家以后 要不忘念佛 不管忙 不管先 要不忘念佛 不管喜 不管忧 要不忘念佛 不管苦 不管落 一定要念佛 念佛法门 无常 一有病痛 就起一个 忧自幻想之想 是一种很欢喜的事 如果我命中 就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大家来打佛期 为了什么 大家天天修炼 我们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 灵命中 以后 往生极乐世界 不要贪恋 说婆 灵命中 是不客气 贪恋心 也不要记 恐怖心 要忍苦 念佛 遇到危险的时候 也要 安心 念佛 当然知道 我们的 说婆世界 流浪 能够回家 回到西方去 是一种 很快乐的事情 不要杀生 进屋 求长寿 你如果 游碎一面 求长寿之面 就不得往生 往生的 西方极乐世界 去是无量寿 那才叫长寿 不要迷惑 几十年的寿命 怎么能得长寿呢 所以 大家 忙一念佛 献一念佛 喜一念佛 忧一念佛 苦一念佛 乐一念佛 遇到危险 遇到病危的时候 也不忘记念佛 父好一期 就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样 大家念佛 才能受到 圆满的功效 或者有人说 你这种思想 太消极了 我们就生西方 那 缩佛世界的众生 谁度呢 要知道 西方有佛 我们要 见佛文法 即得无生人 并不是 你留在缩佛 你能度众生 不要说 我们是凡夫 菩萨 都要求 生在佛世 世慧像 以前的菩萨 如果不生的佛世 可以坏得的善根 世慧像是 多久修了 世慧像呢 你修佛 正法 经过一万大劫 圆满 实现 圆满实现以后 入正定据 从出注 开始修 经过一个大阿僧 直接 到世慧像 你想一想 这一步的不生的佛世 都坏善根 何况我们呢 出地 等出地以后 才得无生法人 他是应该度众生的了 因为出地菩萨 可以同时视线 百佛世界成佛 我们俱乎凡夫 比 世慧像 菩萨 差得太然 你说 你要读 总生 不救生 来佛世 那不是 虚妄化吗 自己都是婴儿 还想做母亲 养儿育女吗 大家要知道 生物人不生的佛世 大难的众生 不生佛世 如果不脱离 八难 永不成佛 主大菩萨 借由要求生在佛世 如果我们要求 生在悟佛之世 那就颠倒了 那就是说 我要求永不成佛 永不问法 那不是愚痴吗 或者有人说 那世间梦的佛 不是在五周恶世 成佛的吗 大家要知道 佛不在灰土成佛 一切诸佛 都在净土成佛 净土成佛 那是报佛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像阿弥陀佛 祂是报身佛 苏不实践 那个实践梦的佛 实现了苏不实践成佛 那是化身佛 实在说起来 实践梦的佛 不是在我们这儿成佛的 去我们西方 从我们往西方 经过四十二横幅沙 佛世界 有一个佛国图 是世界梦的佛的宝图 世界梦的佛当初是在那个世界成佛的 来苏不实践实践成佛 是化身佛 所以我们说千百亿化身世界梦的佛 众生不知认为实践梦的佛在我们苏不实践成佛 经常佛说 无奈苏不实践大欠反 它怎么会在此地成佛的呢 世界梦的佛 视线在苏不实践成佛 有的凡夫 看它做的是草宿 有的菩萨 看它做的是七宝座 有的发生大事 看它做的是无量优秀高大的宝座 还有的大菩萨 看世界梦的佛 做的是虚空座 虽众生心不痛而实现罢了 有的凡夫 见佛苦心六年 那是佛实现了 有的菩萨见佛 静奏六年 汉有的发生大事 见佛 这六年当中 与释放无量世界说法度众生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世界梦的佛是化身佛 我们不可以和世界梦的佛相比 不可以说 我要和世界梦的佛一样 要留在回土 留在无洲而是那些颠倒 如果你说 生来无佛之事给度众生 那么其他的众生 也生来无佛之事和你一样 那你能度众生 一切众生 既能度众生 所以大家知道 世界梦的佛的暴徒 是在我们西方 四十二恨佛杀以外 有一个佛世界 我们不可及希望心和佛相比 所以大家应该发现 圣上世事 生在有佛世界 四回向以前的菩萨都如此发现 何况我们具复反复 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现有阿弥陀正在说法 所以我们求生西方 阿弥陀佛有四十八大愿 大慈大悲 愿愿为度众生 同时阿弥陀佛 和我们苏佛世界的众生 有缘 因为阿弥陀佛 在称佛以前 就是在我们苏佛世界 他当初 就在苏佛世界 法院称佛的 就是根据《悲话经》所说 你想观世音菩萨拉 大师智菩萨拉 普贤菩萨 文殊菩萨 都是在我们苏佛世界 所以希望大家 回去 不忘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 如果不圆满此愿 不往生西方 事不罢休 不要有病痛的时候 广哭叫寒 忘记念佛 那就功亏一亏了 今天佛其圆满 不多耽误大家时间 想再来记住 无论在什么时候 不要忘记念佛 求往生 现在开始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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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利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